香港抗議者星期五在香港警察總部外的街道發動包圍抗議 要求警方對在抗議有爭議的逃犯條例示威期間的行為 和粗暴對待被捕者作出公開道歉 當地警方企圖說服示威者離開 並且指示威者正在干擾警察向公眾提供服務 香港活動人士黃之鋒對記者說 在星期五早上數以百計的學生抗議者聚集 已經被關閉的香港立法會外正座示威 這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案示威的其中一個行動 示威者試圖繼續向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的政府施加壓力 因為香港當局拒絕正式宣布撤回這項立法重案 一名勝州的示威者對記者說 在星期五一段時間內 示威者堵塞了通往立法會的道路 香港政府總部於星期五宣布關閉 星期五的示威活動是學生發起的 他們要求政府撤回逃犯條例修訂 撤回當局指6月12日抗議活動是暴亂的定性 要求釋放所有被捕的示威者撤銷對他們提出指控 並且要求就警方使用武力進行調查 但香港當局並沒有直接回應這些訴求 在星期二受到北京支持的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對逃犯條例修訂案引發的政治危機和騷亂 作出公開道歉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